那个飞机还没有起飞,等待起飞的时候 打开了手机,然后看抖音下面评论区那一条 就是说,怕你不火,才华埋没,又怕你太火,目休雨林 认识你之后,我才知道这世间有除了亲情,爱情和友情以外 第四种简单而纯粹的情感 那就是单纯的希望一个人能够好 我当时就没脸出去,泪流满面 就跟外面的那个下的大雨一样 那个大雨淋湿的飞机的翅膀 然后我就拿着电脑拿出来,想要写一下 不行,写不了,越写越酷,越写越酷 就从这个杭州一直起飞到北京落地 因为旁边还有陪我一起去的同事 他就看着我哭了一路 从那天之后 我就变得个样 我先给大家讲过说 成长不是你好好大哭的那一碗 是你人都不哭了 所以后来我更多时候就稀里笑脸 我不是麻木不仁 也不是说恬不知耻的,不是 而是我知道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 你都在身边 厚爱加身 犹如身披铠甲 犹如手之力剑 将军赶路 不追野兔 如果你留恋这世间的花花草草 你就会找到一万个 驻族停留的借口 但 你头脑清醒 一只坚定 四只有力 你知道你要前往何方 所以请你一路前行 批行待遇